据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 该省2020年高考时间为7月7日至8日 普通高中毕业年级 含中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毕业年级 学生5月6日统一开学 4月22日 武汉市第49中学进行防疫防控复课应急实景演练 测温入校上课模拟学生就餐 并且针对入校后出现的一系列突发情况 进行了模拟演练 记者在现场看到 学校专门开辟测温入校通道 由每日值班领导教师保安人员组成 负责维持测温通道门口的秩序 提醒师生进校时保持安全距离 检查师生佩戴口罩 将高三的班级分为两列 依次走入装有红外热成像仪的测温通道 如果体温超过37.2度者 会被带入复检区进行再次检测 如果再次测量体温异常 则会将学生带入隔离区进行复检 并进行上报 所有参业人员均为该校教师 为了保证每天高三的测温的正常进行 我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室内的体温的检测通道 保证学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接受检测 减少对他的心理上的干扰 通过演练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想得非常周到的 例如班级里面有一个学生 有突发状况的话 我们是立刻转移班级 给学生把所有风险降到最低 作为一个老师而言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让高三学生顺利复学 从刚刚进校门 从体温检测 再到走到单独的流关式的图中 都是单独隔离出来的 同时也有相关的医务人员和老师 来带着我去完成这个流程 这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 让我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 武汉市第49中学校长吕向东说 除了每日上学和放学的检测外 在校期间也实施一日三检制度 每日早中晚 由班主任和班级卫生委员 对所在班级的学生进行三次检测 记者在教学楼看到 每个班级门口均摆放有棉洗洗手液 测温设备 学生进入班级将会一次进行检测和消毒 教室内一人一坐 课桌间隔均为一米 原本50多人的班级被分为AB两个班级进行上课 每个班级最多不超过30人 为了保证学生在校的安全 目前我们是采取原有的一个班分成两个班 也就是说这个班额最大限度是在30人以内 保证他们的前后检举 因为我们学校的所有的教师都安排了智能一体机 那么老师在这边进行A班 如果进行教学的时候 那么B班就通过一体机来播放教学的要求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共有1001所中小学校 在校生达到96万 武汉市中小学从2月10日开始线上授课 除正常课程外 学校还依据在线测试成绩 有针对性的开展一对一线上辅导 给大家介绍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